中国统一已经展现了新区 国家统一大业 国家统一大业 被封为台独教父 但李登辉在任总统的12年 多次公开主张两岸统一 民进党的很多类这个时候 代表李时签是反对这个统一 中华民国在台湾 会指导国家的统一 有什么不好啊 民国85年国民大会 李登辉一番触统言论 在网路上点阅率还很高 只是他卸任后大转弯 成了台独精神领袖 14年前陈水扁当总统 也向欧盟议员承认做不到台独 14年后保外就医期间 绿靠辛勇哥物语 向蔡英文喊话 与小英别说插话 要支持台独公投 别离有默契 执政时自己做不到的台独 现在逼蔡英文就范 中国的这些 去我国主权化的蛮横的作为 已经挑战台湾社会的底线 我们不会再忍让 跟对岸呛瞎不再忍让 蔡英文和北京赌气 却也赌死台湾 绿色的选民能够把选票 往他们的身上集中 这个我想是他们自己本身的一个 战略的一个思维 对老虎来说你打他一拳 就好像蚊子在钉他一样 有什么用呢 所以我们反而是要思考说 我们台湾现在要怎么做 未来要怎么做 是不是要跟大陆 维持一个良好的关系 正向的思考 就怕蔡英文走偏风 拿两岸和平换取绿营选票 在贬礼不断刺激下 那些年的台独未尽之梦 成了蔡英文最大绊脚石 记者黄明娟 邵月明台北报道